520总统就职典礼正在季筹备 没有想到在台北市的西区上空 竟然出现疑似的信号弹 红色火球从天空坠落还带有燃烧烟尾 似乎是有人刻意要发射 虽很快就熄灭 但是发射区域研判就在不爱特区 属于是禁航区 违法最高可开罚150万元 大红点夹带燃烧烟尾 从天空慢慢掉下来 520总统就职典礼进入倒数阶段 台北闹区天空却出现这样的状况 让人不得不忧心 红红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信号弹 那个地方是博埃特区 又是总统部各家机关的所在地 好像有点怪怪的 红色燃烧物出现在4月30号下午5点多 地点就在台北市西区上空 靠近中校西路 星光三越和万华区的中间 而这个地点正好就是博埃特区 信号弹是黄色到红色之间 它的高度是无限高 就是整个上面都不能做使用 因为如果是有一些政治用意图的 那会对博埃特区造成威胁 博埃特区属于禁航区 是以总统府为中心周边 四个地标点所围成的区域 任何影响非安物体都不可使用 否则最高可罚150万 可以选在博埃特区发射疑似信号弹 虽然还没找到是谁要求救 或是在高轨 但警方推测发射地点 不排除是在明斋顶楼 台北市的西区 航道的附近有这个信号 信号弹在那边发射 那平常是不是有些什么军事上的动作 或者是其他的用意 那尤其在520前夕 可能很敏感 新总统将要上任博埃特区出现信号弹 敏感时机敏感地点 就怕背后动机不单纯 记者梁子院斑马旺家台北采访报道